嗨 各位宜典好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是108年6月29號 今天一大早5點半 就到我們好朋友的果園裡面去 跟他要了這個枝條 這個枝條是有品系的一個榴槤蜜 但是他的品種我就不說了 因為聽說這種品種是有註冊過的 那不能對他販售 但我們是跟他要一個枝條 要來做一個架接 我們今天要做呢 可能做 副接好了 在這邊 在這個波羅蜜的這邊做一個副接 那我們先 因為 這個季節做風險蠻大的 所以我就取 他的頂牙的部分 取他頂牙的部分 取他頂牙的部分 等一下幫他做副接在這邊 副接做在這邊 那失敗也沒關係 那我們定國兄說 我們隨時要枝條 隨時跟他講 我們就可以去取枝條 回來用 那今天只是測試一下 因為季節不對 那 架接成功率就不高 那沒關係 我們還是測試一下 一般很多好朋友都會問 那到底什麼時間點 嫁接比較適合 那其實呢 我個人 個人比較喜歡 在二月份 嫁接 二月份剛好呢 春天快來了 那 雨水也還沒有那麼多 那等他呢 嫁接成功癒合之後呢 雨水才開始來 這樣對果樹的一個 成功率的影響 比較不會那麼大 那今天呢 我只是打算用實大膜 幫他做包紮就好了 就不要用 就沒有辦法用那個 夾鏈帶 因為我們要做的是副接 那我用的副接是 用他的頂牙這邊做副接 所以這邊呢 很容易水分很容易消散 所以必須把他葉子全部拆除掉 把葉子全部剪掉 然後留下這個比較 比較嫩的這邊 一定要把它包好 不然這邊呢 很容易的水分就散發掉 蚊子很多 來包好 如果成功的話 他這邊自動就會把它撐開 不用撐開 要再包一次 再包一點 這邊有空洞 好 前置作業 那我們要取他的位置 這邊原本這邊 因為有受傷過了 那這組子已經長出來 那我的研判呢 這邊呢 他的一個目前的活性最高 所以我們在這邊做一個副接 兩邊的青塵層 我們對準一邊 我們對準右邊這一邊就好了 兩邊的青塵層 對著右邊這邊就好了 那看有沒有密合 看這邊有沒有密合 好有密合好 暫時這樣再取個 讓摩帶 細節的關係 所以成功率不高 所以不要帶抱太大的希望 但是呢這純粹就是 做個實驗 這瓶種的榴槤蜜呢 目前在市面上 不多 但是瓶種 很抱歉喔你也不要問我 因為這個瓶種 人家沒有開放的話我們就不要 要破壞人家的一個 一個行情 而且我們也不是經濟摘種 我們是純性去喔 種起來活的話 是由我們自己家人享用而已喔 沒有在對外販售 好今天的 琉璃蜜的復階 會過不會過 就看老天給不給 給不給成功啦 我們做的復階 是用個頂牙的一個復階 頂牙復階 那如果失敗沒成功的話 至少這顆菠蘿蜜還是活著 未來我們還可以利用 好今天介紹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影片 請持續關注 按讚並訂閱 拜拜